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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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模組生存實況第46集 Yeah 終於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我終於回來了 然後這就是模組生存實況的地圖 意思是說就是我的電腦終於修好了 轉眼間一下就過了三個多禮拜 快要一個月了 就是這中間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這集我有很多話想跟大家來講 那首先我很感謝那些能夠提亮我 無法馬上出片的各位 那當然有些觀眾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我一直沒有拍新影片 然後就不停地吹片 其實也不算吹片 就只是問說為什麼我一直不出片 那我在這一集就跟大家來好好的解釋清楚 可能要講好長一段時間 那首先就是三個禮拜之前的某一個星期天下午 突然就是我正拿著挖礦機 準備要到木光森林去做開挖的動作 但是突然就電腦螢幕變黑 接著我的電腦就這樣刮掉了 那我後來分析一下就是我的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 它燒壞了 然後連帶我的主機板也出問題 就整個開不起來 連裝上電池,因為我的筆電 裝上電池也開不起來 所以就真的是掛掉了 沒法度 那後來各位也知道我推出的第二個系列 叫做空窗期實況 那就是用我的舊筆電去拍的 但是後來其實那個時候各位都知道 六月底那時候各位可能在考期末考 不過我卻是要準備搬家 我已經各位都知道我從大學畢業了 然後我要從我學校住的地方搬回老家 那那個部分會非常的繁瑣 你要打包一堆行李啊 然後把東西寄啊 而且我住的地方還不近,還蠻遠的 反正就是很忙啊 忙到最後我連空窗期實況也拍不下去了 因為我一回到老家之後 整個環境就不一樣了 那一方面就是我在學校的地方 那個網路速度比較快 我在學校的時候也是自己申辦的網路 有12Mbps吧 可是一回到我的老家完全不一樣 我的老家沒有光纖網路 也沒有寬頻網路 只有3G網路 你想想3G網路我要怎麼來出影片啊 光上傳一個2GB影片 我看都要花一整天的時間了 所以說整個環境不同 然後拍片也會變得不方便 那再來就是我回到老家之後 終於有時間把我的筆電拿去修了 然後修了3天拿回來之後 說是換了一個主機板 還OK 目前使用上看起來還不錯 應該是修好了 不過呢在我修完電腦時候 剛好又碰上我人生中的最大一個挑戰 那就是我 之前有說過我有報名那個國家考試 也就是高等公務員考試 那個我從很久以前就有說過 我要準備這個畢業之後的人生關卡 所以說沒辦法一直陪大家一直拍這個實況影片 偶爾會有暫停的 那就剛好是7月大概7號8號9號吧 那3天 那時候其實電腦已經修好了 可是就卡在這個考試 我還是無法更新 一直到 考完之後呢才 還抓了一點時間來拍這個 模組生存實況續集啊 所以說呢 之前一直沒有跟大家講說 也不是沒有講 就是我發覺我 有辦法跟大家溝通的管道實在是太少了 我幾乎就只能用YouTube來發佈一些訊息給大家知道 但是如果我用回應的話呢 一下就被洗掉了 然後沒有看到我評論的觀眾們可能就會開始 責難我說你怎麼一直沒有更新啊 真的是有苦衷啊 電腦壞掉了 然後又要準備考試 然後又要搬家 這麼多問題的情況下 真的是沒有辦法好好專心的準備來拍片 然後再來呢 電腦修好了 然後考試也考差不多了 緊接著我了 性匆匆的開啟這個遊戲之後才發現 那個原本的地圖檔壞掉了 因為它是中途直接 直接電腦當機嘛 直接跳電 然後它沒有存好這個地圖檔 結果那個 最新進度地圖檔就直接回損 那因為在上一集實況45集到地圖灰神那個地方 我中間過了很多發展 就是我發展很多東西 然後通通都不見 包括那個木光森林啊 目前進度變成只有到那個亡靈礦山 後面打的那個Naga還有Hydra還有那個亡靈法師通通都沒有 對這個進度變成落後很多啊 所以說我又花了一點時間來把這個進度私底下補回來 所以說這一集呢我就要來思考一下我要做什麼 因為事隔這麼久了 我突然不知道我要做什麼事情 以前在自己私底下玩的時候都會設想很多情況 我要跟大家來分享什麼 新發現或新樂趣 可是現在呢 一下就拖了三個禮拜 我突然不知道我要做什麼了 各位 而且這麼久沒拍片 我發覺我好像有點生疏了 那這一集的話我看看 木光森林就先擺是吧 因為它那個變故實在是太大了 那個至高之塔 就是最高的那個 木光森林最高的那個魔塔 我之後再去 那在這期間有很多人一直跟我說 明明木光森林就還有一隻王啊 不是有個超巨大幽靈嗎 那我也說過很多次 那個超巨大幽靈是只有在1.5之後的版本 才會出現哦 那我目前這個Minecraft 1.4.7的版本 是不會有那隻Boss的 所以不要再跟我提醒說 有那隻超大幽靈哦 你怎麼不去打 因為根本就沒有那隻王 我要怎麼打 那這一集的話我可能就是 再來做一點基本建設 這個順便把那個 失去的Minecraft創世神感覺抓回來 因為這個變故實在是太大了 那在這個慢慢適應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了一些問題 對就是看到我這個種子油全部滿了 滿的好快 然後這個滿滿滿全部都塞不下了 所以說我往後可能要趕快來想辦法來利用這個種子油 不然它實在是太多了 然後再來呢 這個也都是滿的 然後看到我的二樓 我的能源來源好像不太夠啊 因為是我啟動那個大型挖礦機啊 我有個挖礦世界的大型挖礦機 它目前用電量非常高 所以我整體來講是非常不夠的 我來帶大家去看看 因為那個用電量實在是太兇的關係 所以我目前又介紹那個 對能源轉換 我直接把IC2的太陽能發電機的電 轉換成B4能量 但是我並不想一直依靠這種轉換能源的模組 我想要靠這個模組本身自帶的發電方式 所以說我看這集我來試著做另外一套 可以發電 就是發出BC能量的設施好了 那那個其實也是一個小模組 也是BC的Add-on 那個叫做 我看一下那個模組叫什麼名字 在這裡這個叫做Advanced Power System 就是進階能量系統 那這個小模組它就是利用BC能量 就是它有個發電機可以發出BC能量 然後同時它也會消耗大量的BC能量 來進行更多的應用 對它也算是一個很方便的模組 不過可惜的是呢 我目前不確定它有沒有更新 因為它之前最後一個版本是到1.4.7 還沒有更新 那也許現在有更新了 只是我還沒有時間去它的網站看 對我現在什麼事情都很忙 完全沒有時間去做那個模組研究 這個跟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差太多了 一回到老家反而都事情變得很忙了 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來玩玩看這個模組吧 那首先就是我要解決我的能量來源問題 因為即使我用鐵路模組的高壓蒸汽爐還是發電不夠 因為大型挖礦機實在是太耗電了 那我要做的發電機就是這個Fusion Generator 那這個是一種核融合發電機 那有人叫它 那也可以叫它核聚變或者是一種托卡馬克 那根據這個模組那個Wiki 就是作者自己架的Wiki 它有個英文也叫托卡馬克 那各位也可以上那個維基百科去查一下相關的資料 那它是一種最近正在研發的一種核聚變或核融合技術吧 但還在研發階段沒有辦法進行實際商業利用啦 只是在創世神世界中是無所不能的 你要做出核融合發電機 在創世神世界也不是不可能發生 所以說我們今天來做個看這個Fusion Generator 就是核融合發電機 你要叫它核聚變發電機也行啊 那它的做法其實真的頗複雜的 需要很多很多材料 那這之中要大量的用到那個BC的雷射台 對雷射操作台來進行一些製作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材料還頗複雜的 所以說呢 我們來看看 反正還是終究要做嘛 就來仔細來檢視這個Output Model 當然材料的確很貴 所以你要有辦法做出這個發電計劃 起碼要有一定的發展程度才可以製作啦 所以說我來稍微準備一下材料 我們等一下去雷射發射台來製作囉 好的,希望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Fusion Generator 需要用到的所有材料 那首先我們來看看上面這個好了 那就是需要兩個鑽石製齒輪 兩個精緻能量導管 一個木製能量導管 還有兩個鑽石跟兩個紅石 那我們材料都已經弄好了 所以我們來製作吧 兩個鑽石製齒輪跟兩個精緻能量導管 跟一個木製能量導管 紅石,再來兩個鑽石 記住這個真的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的鑽石 所以說口袋不夠深的話 沒辦法做這個發電機 那再來就是這個中央的元件 哇,你需要用到12顆鑽石 12個鐵錠跟12個黑曜石 OK,我們也來做 所以要3412341234 黑曜石也是一樣 所以總共有4片 那再來我看看 錯了 然後再4個鐵錠 OK,那中央的這個元件也做好囉 那再是左邊這個 那我需要一個Diamond Power Core 鑽石能量核心 那這個製作起來的話 有點費時 因為你需要一個黃金能量核心 然後又需要一個鐵製能量核心 然後這個鐵製能量核心 可以拿紅石能量核心 那紅石能量核心 就是拿紅石晶片跟紅石去合成 等等等 那我看我先做右邊這個好了 這個也需要鐵製能量核心嘛 那下面這個咧 下面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來做兩個流體、三個能量、兩個紅石跟兩個鑽石 所以說 我忘記了 三個能量 123 跟兩個流體、兩個鑽石跟兩個紅石 OK 所以說我們只缺 左右這兩個 所以說我們要做一個這個的話 就要一個一個 OK 那一個、兩個、三個 我們一次做三個鐵製能量核心吧 所以就做三個紅石能量核心 講起來有點繞口 我們已經有紅石能量核心了 那可能是我之前做的 所以說我們來把它轉換成鐵製能量核心 速度好快有沒有 一、二、三 這樣應該有三個了吧 Yeah 然後 這樣的話都有了嗎 那我們先做右邊那個好了 我們需要兩台那個 鐵製內燃引擎 所以說 材料也都弄好了 這個活塞 玻璃 跟兩個鐵 四個鐵製紋 然後再來一個鏈油機 我們也做好了 所以說長這樣子兩個流體導管 跟兩個能量導管 能量導管 這個鏈油機 內燃引擎 跟兩個鐵製能量晶片 能量核心 OK 那我們插右邊那個 鑽石的能量 鑽石的能量 鑽石的能量核心 鑽石的能量核心 好 我們再把它轉換成鑽石就行了 這裡 沒錯 那是要多少 兩個鑽石嗎 真的耶 超級耗材料 有25個雷射發射台的速度就蠻快的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要怎麼做 四個鑽石中進器跟四個鐵錠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耶 做出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合成起來了 希望我沒有忘記要怎麼合成 還有四個黑鑰匙 耶 好了那這是第一步 因為你做出來之後呢 你還要再拿去給雷射發射台 進行最後的加工處理 整體速度還算快啦 不會說很久 那就是材料非常貴 有了耶 我們的核融核發電機 長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看起來很複雜的界面 沒關係 它其實很簡單 只是要讓這個發電機正確的作動 它的前置步驟除了剛剛合成表很複雜之外呢 前置工作也很麻煩 你要啟動這台機器的話 你必須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你做這台機器就是為了取得更多能量嘛 可是你要啟動這台機器之前 你必須也要消耗大量能量 所以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本錢 這個機器是玩不起的喔 OK 所以我們再來準備一些必備材料 然後我們就準備去那個 能量發電室來進行今天的工作吧 好的 我們的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除了我們的發電機之外呢 其他還要需要一些輔助性材料 才能讓這整套系統完美的運作 可以看到我這邊已經擺了幾塊泥土 就是我預計以後之後要放一些機器的地方 那首先呢 這個地方就是要來放我們發電機的地方 我們就把這個發電機放在這邊 但是這個發電機的話 它的材料其實很簡單 就是水 沒有聽錯 這個核聚變發電機 它所需要的材料 這邊都有寫了H2O 就是需要水 當然你可以直接灌入那個純水來進行發電 但是呢 這個模組有提供另外一種新的液體 叫做重水 Heavy Water 那它就是利用這個煉油機來經驗 把普通的水經驗成重水 那那個重水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花費比較少的材料 然後來換取等量的那個發電量 它如果你直接用純水的話 它的消耗量是很快的 那這個其實如果你的水源補充速度還夠快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啦 那就是為了以防萬一或者是來玩玩看這個模組更多的功能 我們就來製作重水 那旁邊的話這個是反應溫度 那看到這條線有沒有 就是說這個機器它需要預熱 就跟我們IC2工業爐子一樣 它需要預熱 然後甚至它預熱要超過這條線才可以正確的發電 如果你的預熱還沒有到這條線的話 它是不會發出任何能量的 也就是說你必須先花費大量的B4能量來啟動這台機器 那至於值不值得的話就要看各位了 反正你這台機器只要正確啟動之後 你一直開著 那你可以獲取非常巨大的能量 大概是每單位時間500MJ的能量 那像這台高壓蒸氣鍋爐 然後搭配18個LV3的蒸氣引擎 它的總發電量大概是100多MJ吧 那這一台就可以發500MJ 算是非常大量的發電機 可是就是材料蠻貴的 廢話不多說我們趕快來放下我的精煉機吧 就是這台煉油機 然後水管我都已經先接好了 基本上就是跟這個蒸氣鍋爐共用一條水管 那因為這個Thermal Expansion的水管 傳輸速度還夠快 比精緻水管還要快 所以我基本上是不用擔心它的水傳輸不夠 所以我們把這個接好 可以看到水已經灌進來了 那接著我們就來接上能源導管 那基本上就是用這裡的能量 把這個導管接過來 OK 然後可以看到它已經在進行精煉了 就是把純水精煉成種水 種水大概是這種顏色 那接著我要把它先 預先儲存在一個Tank廚藝槽裡面 所以算是進行一個緩衝 所以說我們這裡再來接上幾條管線 這邊用成一個凸字型然後再放上拉桿 給它一個紅石訊號 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啟動 然後種水就會先儲存在這個廚藝槽 那為什麼我要用兩台煉油機呢? 其實一台也是可以 那兩台的話 反正就是 這個淬煉這個種水速度會變成雙倍 只要你能源夠的話 其實你接兩台的話 是比較不會有匱乏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用一台煉油機的話 攻擊這個發電機還是有點吃緊 只能說是1比1啦 所以說如果你能用兩台煉油機的話 會比較不會發生那個材料不共用的情況 那接著呢 這個預先儲存緩衝之後呢 那當然也是要把它抽取出來 然後直接灌進這個發電機 所以一樣 我們再來 用個紅石訊號 我發現這個拉桿可以換個地方 一個拉桿就可以做動量 OK 然後看到我們的種水很快地灌滿這個發電機了 那可以看到它目前還沒有任何反應 那當然就是要先接上這個能量導管 要給它一點能量來進行機器的預熱 所以說我們來接 這幾台都是目前還沒有被分配到使用到 所以我們來借用這三台 Redstone Energy Cell的能量吧 當然這個只是暫時性了 等到它正常啟動之後 這些電線都可以拆掉了 然後我們再來啟動啟動啟動 我現在可以看到它非常快速地在吃掉這個能量了 還好目前是用第一台 等到這台乾掉之後再換這一台 再換這一台 那我是希望它這個足夠供應啦 如果這個能量乾掉 也就是能量那個提供突然中斷的話 它這個溫度也會快速地降下來 那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在預熱 只是這個速度非常緩慢 將近要好幾十分鐘它才會到達預熱標準吧 所以說我們有得等 所以說我想一想看 對啦,還有一點我忘記了 忘記關掉這引擎 其實這台機器還沒啟動 我搞錯了 它要進行一個步驟 因為就是在某一次改版 這個模組改版當中 它變成沒辦法直接啟動 你還要給它一個邏輯閘的訊號 那我們隨便給它一個訊號 然後呢,設定成On On的話就是這台機器開始在作動了 你可以看到它在預熱了 所以說我們來慢慢等它那個預熱完成 我們再把鏡頭給轉回來 好嘍,各位我們回來了 可以看到它已經快要預熱好 其實仔細算一下這過程也沒有很久 大概還不到5分鐘 那就重點是你必須要穩定的提供它100MJ的能量 持續不中斷 如果中間有即使是短暫的0.1秒突然歸零 然後再回復100的話呢 可以看到它正在發電了 如果它就是短暫的歸零的話 它也會迅速的降溫 影響它的那個作業效率 所以你必須要確保 你能穩定的提供它100MJ的輸出 那差不多要50萬 總共50萬MJ的能量 才可以啟動這台機器 可以看到它現在已經開始啟動了 然後它會先從0開始慢慢加加加 然後加到全速的話就是500MJ的輸出量 所以說我們現在可以轉換了 它已經正確地在運作了 所以它開始可以來貢獻它的超多的發電量 那往後它就是變成我的能量的阻力來源 因為它500MJ的輸出非常高 你看現在已經很快的已經到達100MJ了 再過不久它就可以超越我們這台 非常大的高壓蒸氣鍋爐的發電量了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我的大型挖礦機的能量就應該不成問題吧 往後我甚至還可以再多加幾台這個Energy Tesserad 變成一個主要的能量工廠 那往後我們可以有這麼多能量 你要拿來做什麽呢? 其實這個模組除了有這台非常威能的發電機之外 它就是新增了很多不同的機器 我們來看一下 Advanced Power System在這裏 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種不同的機器 其實這些有些機器它是需要消耗很大量的能量來進行作業 比如說就是我記得是有岩漿製造機 有的是類似物質製造機 就是它可以從能量或者是岩漿或者是一些垃圾中 提取萃取出一些其他好用的物質等等等 那當然它也有一些儲存能量的機器 不過這個Energy Store它就是可以儲存能量 但是個人認為還是這個比較好用 因為這個Redstone Energy Cell它是可以同時輸入跟輸出 但是這個模組的Energy Store它只能單一方向 就是它只能輸入或者是切換另外一個模式 輸出模式 它不能同時就是操作上會比較麻煩一點 可以看到它很快的已經到達了300多MZ的輸出了 那這裏應該很快的就會開始進行充電了 現在是發電量已經遠大於我的消耗量了 你看整個速度非常快 那我們利用接下來的時間來去看一下我們的發電機好了 不知道那個地方已經被挖成什麼樣子了 是千瘡百孔嗎?看一下 好久不見啦 那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給大家看過這個地方 就是我重新擺設了一次 原本是25台挖礦陣列嘛 現在改成了只有三台大型挖礦機的陣列 那其實好像也快挖完了 這也是第幾層 第九層它真的快挖完了 不過整體礦物還是蠻多的呢 我們再來看看那邊 都是水 什麼都看不到 好吧,如果這三個挖完了 我再換個地方好了 目前看起來是OK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家屋頂樓上的那個 給關掉了 量轉換 這就可以關掉了 我們不再需要你了 看一下這個是 對,我們可以把它拆掉了 OK,那我想今天錄28分鐘 各位知道我要說什麼嗎? 那就是因為我在節目 本篇實況一開始就有提到 我回到了我的老家 那因為我網路 網路的限制 我沒辦法像以前那麼自由地做任何事情 對,因為3G網路實在是有夠慢啊 我想不能拍太長 對,所以說往後影片我可能就是 嚴格的限制30分鐘 因為如果拍太長的話 我影片檔案就會過大 尤其是那個超過2G的影片上傳 以3G網路速度不知道上傳多久才可以上傳完 那搞不好 光上傳時間就可以讓我拍下一部影片了 所以說呢以後我不會拍太長 然後再花一點時間編輯之後就慢慢的上傳 那今天實況可能就先到這裡結束 好不容易經過一番折騰 我的電腦修好了 然後高考也剛考完 對,告一段落 但是接下來我會有新的人生目標跟發展 畢竟剛畢業嘛 那就是家裡會希望我去做一些事情啊 那反正呢 往後可能這個暑假也不是很輕鬆 也不是能夠常常錄這個實況 那再來就是 我曾經也在那個影片評論說過 我並不是想要成為一個專業的實況主 我只是單純來分享這個遊戲的樂趣跟經驗而已 如果各位想要看那個專業的實況主的話 國外一堆 然後台灣也有一堆 台灣光是 這個台港澳地區就一堆自稱實況主的實況 各位可以去捧場一下 反正我自認為我不是一個好的實況者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路人甲 那各位可以從我的遊戲當中 就是我只是想分享一點遊戲樂趣而已啊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了 好久沒拍片了 也有一點生疏啦 好吧,感謝大家收看了 我們有機會再見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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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系列